自由車隊兩名組織者認識審訊進入第四天 控方希望將社交媒體Facebook上的內容納為證據 辯方就認為不適合彭希倫不得 辯方表示 在審判中接受Facebook頁面 自由車隊2022的內容作為證據 是可以證明兩名被告組織者 利奇和巴博共謀的第一步 針對其中一人的證據 也應該可以針對另外一個人 而利奇的律師就表示 檢方正試圖抵交給法庭的212頁Facebook證據中 包括了不是由兩名被告發布的貼文 而今次審判不是針對自由車隊 所以證據應該自針對兩名被告的行為